今天就是萬聖節了 在這樣的節日 除了把自己辦得跟鬼一樣 其實不妨也可以看看恐怖片來過節 而有些電視業者就瞄準這樣的商機 在數位跡象盒中的SMOD 推出了東西恐怖片大對決的活動 幫消費者精選了13部 來自世界各國的經典恐怖片 要讓您在萬聖節看個夠 今天是萬聖節 所以我們配合萬聖節的一個主題 我們在我們的SuperMOD裡面 也就是製作了一個叫做 東西恐怖片大對決 來配合我們整個萬聖節的一個實例 提供了一些精彩的恐怖片 給觀眾這邊來點閱收視 業者表示透過數位有限電視的 隨選視訊SMOD服務 節目的選擇性變得更加多元 這也是有限電視數位化的優點之一 而除了這次萬聖節的恐怖片大集合之外 業者將來也會因應不同的節慶來推出活動 除了讓選擇更多元 也要給消費者更多的驚喜 我們有限電視在數位化以後 其實除了提供高畫質的影音節目之外 就這樣是我們可以提供隨選視訊的服務 那未來其實我們在配合這些節日 我們都可以規劃一些點選精彩的影片 比如說這次的萬聖節 以及甚至未來的夜旦節 其實我們都可以規劃一些節慶影片 供大家來收視 除了有限電視除了有錄影 幾多功能的數位節目表之外 隨選視訊更是可以讓觀眾 擁有更多選擇的主動權 所以近年來政府和民間有限電視業者 也積極地推動數位化的工程 希望全面提升有限電視的服務品質 這次的宣播位 淡水采訪不到